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2年2月24日星期四 省时间 今节有我许流山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静行报》 《西冷气》 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想回来讲两个黄友 或者叫社运友 或者泛民友都行 他们的出册的故事 其中一个就是张超红 过瘾 他较早前进去蹲的时候 判刑三个礼拜 又没有什么传媒走去报道这件事 不是没有 很少 咦 为什么这么少 是不是没有人理他 还是差不多过年了 大家打算下班 这就是一件事 畢竟都是一个叫传奇人物的前立法会议员 那怕大家忘记了他干什么要坐三个礼拜 他就在前年5月的时候 立法会的内务委员会的时候 就走了去主席台那里 大喊口号 接近44分钟 当然不是说喊足这么久而不停 当时有些事情 其他又要摇样样 其他什么 由头大到尾就44分钟左右 最经典的一句就是李慧琼越权 李慧琼越权 涉嫌就违反了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他当时候在今年的2月4日的时候 在西九龙法院就承认了这一行的藐视罪 因此就被判监三个礼拜 他当时都说他认罪 不过就不认错 觉得自己是没有做错的 他觉得李慧琼越权 也都死咬就是说立法会议员有这个保护条例 他在里面是可以这样说话的 只不过他说的话比较出位了一点 不单止说话 你大佬 你连个人都出位了 走到主席台那里 那这里一件事 当时记者又没有去 很搞笑 好像愚梦初醒 现在就放监 也有些记者去访问一下 追放去 探去 接他放学 他们这些接放很搞笑 那怎么也好 虽然说三个星期 绝对来说都不是很受的 你那么喜欢帮别人五大诉求 又或者要支持黑暴 我们经常都说 你这样劝人或者叫鼓吹人间接煽动他们出去 那你其实是否推人的小孩去死 或者推人的小孩去坐牢 牺牲了一生的前途 那当然他现在这么老才来坐牢 那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那这里就另一件事 那让你感受一下铁枪的滋味 我不知道你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所谓的手足 那如果你里面遇到一些手足的话 我想他们都会觉得你是英雄的 那你都进来坐买一份 还想怎样呢 是不是 那他又出来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 我看到有些位置他都说得挺好笑的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说很开心可以回家 这21日的刑期来说都不算长 但是每一天都很难过 那里要坐牢 那里当然很难过 叫你来度假 21日 他当来好像玩 那里做什么 啊 旅行 要不要给五星级酒店套房你啊 你都痴痴地 要不要给浴缸你浸浴啊 那说我由于要和家人分开 再加上近日天气寒冷和疫情在全港爆发 安全感就觉得很低 所以更加明白坐牢 和家人分开那种的痛苦 你现在明白了吗 那时候你又不劝那些年轻人 不要出来打 不要出来再搞事了 这样的话是会被你们口中的暴政拉去坐牢的 如果去坐牢的话 你看看 你21日而已 你都要呱呱吵了 已经觉得每一天都很难过 那这些黑暴友呢 他们放到牢之后都很难过的 因为他们的前途已经有案底了 很多事情都很难搞很难做 是不是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人那种痛苦啊 这些人他家里那时候 可能那些父母都不想出去做黑暴的 但是你们这些人渣 不停鼓吹他们 五大诉求 要被全世界知道什么 还在赞扬这些人 还说什么抗争是对的 还说这是暴政 你间接鼓吹这些人 他们会觉得这些就是暴政 觉得自己这样出来的话 就是义士嘛 勇者嘛 痛苦 当然是痛苦 在里面住 叫你去玩 真的 真是火滚 你看到这些人 你怎么这么老呢 把年纪还是不化的 他所知 有承教人员 和在囚人士都染疫 他说监狱里面都有相应的措施 他说 但是作为这些叫囚友 最辛苦就是很被动 会怎样安排隔离 或者哪个有风险的人 他说他们自己都不是很清楚 只可以大家尽量小心 另外所谓的叫做放风的户外活动都要停止了 而且家属也都不能叫道场探访 你21天已经觉得这么麻烦 没得放风 已经有呱呱吵 难为其他那些黑暴 当然那些黑暴友 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责任 为什么要相信这些张超红 林卓廷 或者什么岑梓杰 毛孟静 为什么要相信这些人 什么黄之锋 张超红还有什么说 他说我仍然有不少的朋友 和香港人在囚令他觉得很难过 他们要进去蹲的 一些就叫做与人无友 就像你们那些什么35家 那些 活该你们有今天 如果那些黑暴 暴动罪 或者什么 你们当时候不劝他们离开 不得只 还赞扬这些什么叫做中大保卫战 理大为城 还说要叫那些人去那个什么 违藝救赵 喂 只是数这些 已经是大把这些人 已经是被控暴动罪 喂 这些人进去坐牢 间接上 你们都是一个 有份造成 有份速成的一部分 多与少都好 总之你是有份 他说他都接触到某些在囚人士 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 上庭的日期都需要押后 所以就要继续还押 他说有些可能可以申请到保释 不过有些人还押的时间 比后来的刑期更长 变成受困在里面 希望我们的司法制度可以尽快安排 让他们得到一个公正的对待 那不要问那么多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一来就是疫情 二来其实有某一些问题 在于这些黑暴有的个案实际上太多了 太多职压着要处理 所以你想想 你们这帮人当时製造了多少黑暴出来 有些还没抓完 我看到最近有一宗 其中有三个类似他们是违反了禁蒙面法的 所以他们就坐牢 好像都是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 很短的 我凭记得说 当他们坐完禁蒙面法的刑期之后 一出来 马上就被律政司再起诉这三个人暴动 很快又再带回这三个人去了环颜 因为怕他们会冰 而且也有风险在那里 又说不是 可能很快就得到他们去審 这就是一件事 即使你们这帮人 还没抓得完 其实是 陆续有来 你们自己 还要在来会那里说 这是你们的议会战线 在议会里面搞事 好啊 那么喜欢搞 搞到坐牢了 现在让你自己领会一下 什么究竟叫做坐牢了 另外要讲一讲另一个 这个又是按摩摩的 又挺好笑的 可能那些人对于这个人的名字 就不是很熟 或者样子都不是很熟 你当是一个树蜜 就可以了 肥肥等等 又不是很肥的 他就是前支联会常委 和前荃湾区的区议员赵恩来 他就被控前年的六四 就在维园煽惑他人 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判了罪成 入狱八个月 他在昨天就出回来 在白沙湾监狱 有些人说他轻减了不少 然后我看到还是肥肥的 很明显这些人出回来 都是叫做死性不改 再说那些说话 又说 虽然我们现在控制不了自己的命运 然后他说这些好像很圆 很黎明的哲学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坚持 在不同的崗位做好自己 等待黎明到来的时候 他们还有一个盼望 就是觉得2019年我们可以打到这么厉害 可以再有一个新的高潮 只需要等的就是一个叫爆发点 香港人一定可以 即使散云之后 他们等了很久 当然鱼蛋不是什么 鱼蛋那时候 他们因为不买鱼蛋那套 那时候不买 后来就当保 因为光时 地口天高 这就是一件事 当时赵恩来和其他被告 有25个人 即使他们还在说黎明前的黑暗 又说做好自己 有什么崗位 看到两本书 真的很好笑 一看书就可以叫做光示得到 还有一个类似 不知道他是粉丝 还是什么 还是朋友 还是什么 恩来战胜出来 坚持不减一寸 你还可以做到什么 赵恩来 有些老友记 还在监狱外面等他 在囚犯这段时间 在囚犯 也认识不少手足 透过场内互相扶持 他说这种扶持 亦都是香港人需要 多谢先 监等这些扶持 留给你们慢慢扶饱 你是不是和人说笑 即是你们这些出来 还要说黎明前黑暗 不要说这些笑话 笑死人 还继续说什么 希望场外的人 可以多些写信给他们 不要瘋了 写几封信 不过也是 他们在里面都很闷 所以有人写信给他们 看就会很开心 让他们觉得 不要这么孤单 因为我听过那些在囚人士 他们真的很闷 如果闷到一个点 就是什么 你说想申请 去约他见面 可能他不认识你 他都会批准你见他 为什么这样 他们真的很闷 闷得很想找人和他聊天 有人说 突然想进来和他聊天 当然是无人欢迎 那就先来 不合谈就叫你走 就是这样 他就没有联合全湾区的区议员 宣誓前自己辞职 说希望全湾的街坊 能够在疫情下平安 大家保重 所以这班人 每个都弹出弹入 都不知道究竟是怎样 一些又觉得这个疫情好像没什么 一些又说到叫大家平安 那究竟是平安好 还是与病毒共存 还是轻症 还是什么 这班人都满天神伐 所以看到张超雄 还是死心不息 还要说这些东西 我都觉得是相当失望 可能你会觉得 他都这么老了 都不化了 我不知道 有时这班人究竟当时 2019年这一谈 你们是知道这班人是错的 只不过有碍于有好处 挺支持他们 说到自己 好像很支持这班人 如果到了你现在这个景 我觉得应该要学周庭 一声都不要再出了 说多都无谓了 静静的 照顾你的家人 那就算了 还说什么 在里面每一天都很辛苦 这个辛苦是正常的 对不对 你说每一天都很开心 那我就怕了 那好吧 那今节先说到这里 那看到这些 张超雄说完这些说话 终于明白 在坐牢的感受 究竟是什么 就不要再去劝人 什么去打 要抗争 还是什么 你之前做过这些坏事 但你都未算是很坏的 最坏的那些 应该是数到是黄之锋 岑梓杰 就是这班人 那何解呢 因为你经常搞一些集会 不搞一些集会 那怎么会打得很厉害呢 还有网上那些 网上那些之后 黄之锋又说要过去撑牆 很多这些人 就是你们 鼓励了这些人出来 就是说要继续抗争下去 比如说叫议会战线 他们就叫街头战线 不如这样 那个叫街头战线 其实应该要改名 叫坐牢战线 因为那个位置 基本上是做一些違法的行为 如果你们在立法会 就刚才都说了 因为有一个议员的保护条例 所以你们在乱说那些 都可以有免责 但是当然 你那次去冲去主席台 就自己漂亮了 这也是一件事 希望你出来再反省一下 我们给你多一点点机会 好了 今次讲到这里 如果这班人仍然觉得 黎明前的黑暗 什么紧守岗位 那些你就手包它了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